我们常听人说 生活中有很多美好存在 只是你看不见 蒋勋先生的一篇文章 谈究了人为何会对美视而不见 人又应该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 听完你也学会重新审视美 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美 蒋勋 我有个朋友住在信义路上 加之上亿元新台币的豪宅里 找了日本著名的设计师来装潢 有一次我去他家 发现他尽管住了两年 可厨房里所有进口厨具的胶膜 竟都没被撕掉 他的房子像是一个展厅 可家的本来意义不是展厅啊 如果主人对这个家没有意见 对自己的生活没有看法 只想告诉别人 他买的是从意大利进口的最贵的床 那只是做假给别人看 这里面的难度是你到底要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 你找再有名的设计师都是假的 你怎么样回来做自己 才是最难的功课 我自己住在淡水河边 当时在那里买房子 是因为觉得淡水河好漂亮 但是建筑师不知道善用那里的美景 将窗户建得很小 所以我找了一个学建筑的同学 他帮我开了十二扇窗 而且全部都是往外推的推窗 比拉窗又靠近河边的感觉 现在我可以坐在窗边看河 和淡水河只有两米的距离 在穿着上我喜欢唇棉唇麻的衣服 觉得它们很温暖舒适 加上我喜欢爬山 喜欢躺在草地上 喜欢在海滩 卷起裤脚踩水 名牌就不适合我 因为我喜欢自在 我现在不问工程师 有没有去听音乐 看展览 反而是问他们 你们在这里工作五年了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公司门口的那一排树是什么树 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 事实上 他们公司门口那排 小叶懒人的叶子 漂亮得不得了 绿色会在阳光里发亮 后来我再去 就有一个员工和我说 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 我现在下班后 会先看看小叶懒人再回家 所以不再和太太吵架了 她也问我 现在她五岁的女儿 将来该学钢琴还是小提琴 但我建议 二十三点才下班的她 多抱抱女儿 这比较重要 因为所有的艺术 讲的都是人的故事 一个孩子如果不记得父亲的体温 他将来看话 听音乐都很难被感动 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就因为工作忙碌 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但工作忙碌之余 你还是一个人 你必须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来 做人 你看到了美 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好好活下去 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品牌 只是假的美 你不见得会快乐 那反而可能会使你得抑郁症的原因 找回美的感觉其实很简单 去触摸一片叶子 去闻一下在很热的夏天午后 暴雨的气味 那些我们有记忆的感觉 都会引发我们的感触和感动 现在美常常成为新的知识 新的压力 一个博士可能毫无美感 但一个不识字的农夫 却可以过得很美 他看得到月亮的美 看得到道浪翻飞的美 美是最大的财富 它不会因为你的学历而不同 但是会因为你人的部分的 不完整而不同 蒋勋先生在这篇文章当中所说的 其实能看见多少美 真的和学历财富都无关系 和精神世界的疆域有关 精神世界的疆域越广 一个人看见美的能力就越强 而这些他所见到的美 也是他的一种财富 好了今天的读书时间就到这